第九百一十四集 无论是万剑帝宫的清剑仙尊 还是灵仙帝宫的灵运仙尊 哪怕是北宫家族的造化镜仙尊们 也不能救叶臣 否则就会遭到攻击 除非有丰盛强者 就是太虚镜武者出手 否则叶臣必死无疑 出手的人也极有可能会死 入神镜 神王镜 混元镜 合道镜 造化镜 星窍镜 封门镜 太虚镜 太虚镜可算得上至高之镜 怎么可能降临到这里 想到此等情况 魂族老祖焉能不乐 心头之恨 辱族之仇 今日得报了 老家伙 你最好别开心得太早 你这老东西啊 就是异想天开 待会我拿了万年魂龙草出来 叫你后悔都没地方哭 对了老东西 其实我还会算命 我总感觉你命不久矣 叶臣此刻也骇然不惧 魂族老祖 甚至故意白了老祖一眼 找个地方坐下来 盘膝打坐将状态恢复到最巅峰的时刻 小子 成口舌之变 我对魂族禁地的了解远超一切 别说是你了 就算你背后的人闯阵 也必死无疑 魂族老祖心中有些愤怒 这小兔崽子 将死之人居然还敢骂他 你有本事动手啊 你看天雷劈不劈死你了 叶臣贪贪手 笑意浓烈的言道 刚刚契约签了 你不能对我动手 我此刻倒是希望你对我动手 不过 我谅你也不敢吧 你一旦动手 天雷降临 你必死 天雷劈死你之后 我顺道联合北宫家族 灭了你们 到时候 你们魂殿这处的居住地的宝物 兵器和丹药等等 就由我们两家僧了 他故意看向北宫红天笑道 北宫红天 你觉得怎么样 这笔买卖很值得出手 这处魂族之地 至少有一柄时空之兵 还有几十柄核道神器 杀了他们 你们去投靠万件地宫 我给你们引路 不用了 北宫红天表面上拒绝了 却是看向魂族老祖 眼神别有异味 似乎有点蠢蠢欲动 玉棒象征渔翁得利 不管如何 他北宫红天就是那渔翁 所有的利益都在他身上 魂族老祖一拍桌子 再有火气也只能自己吞了 没想到 准备坑夜市天 引夜市天入坑的筹码 居然变成了夜市天 拿来威胁自己的筹码 夜市天这小畜生 能活到现在 不止狠毒 还有些能力 他看了一眼 北宫红天 暗中汇聚起来的力量 也有防范的意思 虽然他和北宫红天是合作关系 但又不是盟友 只要利益够大 盟友都能反咬一口 得防着这摇摆不定之人 我也不想和你多扯了 时间到 你该去闯阵了 你如此拖延时间 是不是代表你怕了 夜臣眼眸威逼 丝毫没有动身的意思 我既然说要破阵 自然会动 不需要你来叫 如果你等不及 不如睡上一觉 再来恭喜我破阵成功 昆族老祖听到夜臣的话语 脸色有些黑 但是本就没有明确规定时间 他还能怎么办 他一挥衣袖冷冷道 我倒是想看看 你这臭小子要拖延多久 夜臣依旧没有动身 只不过淡淡道 真是皇上不及 太监及 此话说出来 昆族老祖气得都快爆炸了 自古以来都是他骂别人 哪里有别人骂他的时候啊 这小畜生 可恨 哪怕死了都不能放过 在昆族老祖眼里 夜臣死还不够 必须用来计阵 给天地魂龙当养料才行 待会儿等夜臣进入万年魂龙镇 直接让禁地的魂龙吞噬他 免得夜臣死在战魁手中 或者诗人黑鱼口中浪费了 两位消停消停 夜臣 你尽快准备吧 魂族老祖 咱们也坐下休息休息吧 北宫红天出来当和氏老 可下一刻 一股空间波动传来 魂族老者和北宫红天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眸的忌惮 这是强者降临 这种破阵之日 怎么会有其他强者出现 难道是万箭地宫的人来破坏了 不打算让夜臣闯阵 就在两人疑惑的时候 一位穿着华贵锦衣的中年女子走了出来 正是灵运先尊 灵运先尊缓缓缓落在了地面 他扫了一眼 北宫红天和魂族老祖 冷哼一声 你们两人 对于一个从低位舞面上来的 卑贱小子 也如此惧怕 也如此担忧 简直有损造化界舞者的风范 北宫红天苦笑一声 当作没听到 魂族老祖自顾自地喝茶 也当没听到 这位实力比他们都强 还是不接嘴了 免得讨骂 关键 他奇怪这种强者突然降临在这里 做什么呢 就在这时 灵运先尊视线落在了夜臣的身上 双目相对 整个空间仿佛变得极其冰冷 夜臣能让我灵运一步的人很少 我今天倒是想看看 你如何破魂族的阵法 当然 你如果害怕 也可以放弃 你毕竟来自那蝼蚁之地 懦弱 就是你骨子里的本性 魂族老者听到灵运 称呼夜市天为夜臣 瞬间想到了什么 毛子闪过一道金光 夜臣站起身 冷谋一凝 灵运 我们不妨打个赌如何 灵运先尊眉头一皱 犹豫许久 还是倒 什么赌 死到临头 还想玩什么花样 夜臣双手负在身后 悠悠道 你既然这么喜欢蝼蚁这个词语 我成全你 如果这次我成功破阵 我叫你一声蝼蚁 你应一声如何 灵运先尊听到这句话 煞气释放 冰冷之感 让一旁的北宫红天 和魂族老祖都浑身发冷 这是真正的强者杀机 甚至只要灵运想 此处瞬间能化为平地 他们看向夜臣 毛子充斥着亥然 这夜臣 真他们是神经病吗 不惧他们也就算了 竟然连这种强者 也敢如此话语 直呼灵运为蝼蚁 整个灵武大陆 恐怕只有夜臣 敢这么做了 就在两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 灵运先尊杀机收敛 直接道 好 但是 你给我立马进去 下一秒 狂风大作 夜臣的身子 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推入阵法之中 不带任何犹豫 做完这一切 灵运先尊冷哼一声 以灵力凝聚出一张椅子坐下 再以时空法则 化作一面天地镜 投射到了万年魂龙阵中 用于检查夜臣的情况 很快 镜面出现了夜臣的身影 他引用自己的神茶 一边欣赏夜臣 在万年魂龙阵中送死 不时 看向其他两人言道 你们两人 一个是中等家族的家主 一个上等宗派的分支堂主 居然惧怕这种垃圾 世风日下 杀一个卑贱小子 你们都是如此 哼 简直可笑 实际上 灵运先尊话没说完 他是真心希望 北宫红天或者魂族老祖 直接给夜臣弄死 他正好有借口 再宰了这两人 回去就能给爱徒们交差 可惜呀可惜 这两个货色 北宫红天摇摆不定 看似两边投资 说白了 墙头草 哪边风大靠哪边 要他自己拿主意 自己动手 几乎不可能 魂族老祖听着名声 是个老祖 实际上就是魂殿的下等长老 五百年前身受重伤 一直猫着跟死了似的 更不愿意亲自动手 以至于让夜臣去闯万年魂龙阵了 闯阵也好啊 灵运前辈 夜臣没有我的帮助 是绝技不可能闯过阵法的 而本家主呢 也没有帮他什么 北宫红天微微示意说道 不外乎给了一瓶四品妖兽精血 也是为了给万箭地公一个说辞 虽然夜臣天赋卓越 却还是要死了 不必太过担心 当时灵运前辈万里迢迢赶来 也如此小心规避 倒是让本家主有些困惑呀 难不成夜臣这小子背后 真有什么人吗 不止万箭地公 以至于前辈都要小心应对 北宫红天在套话 看着是在讨好灵运先尊 在向前辈示意 是在展示自己有没有给投资 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套话 他打算问清楚夜臣的来路 和背后的人 北宫红天 北宫家族找你当家主 可惜了 灵运先尊一脸叹息之意 唉 北宫家族这些年不断衰落 更是分崩离析 最大的问题在于眼瞎 选你这种人做家主 简直就是浪费资源 总有一天 北宫家族会毁在你的手里 这是我灵运的话 十年后 不妨再来看看有没有应验啊 无法 北宫红天没有绝对的立场 谁强跟着谁 最主要的是擅长彻底发掘 别人的身份地位 哪怕别人隐藏 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查出来 一旦确认其身份可图 马上都不太犹豫的 直接就反叛过去了 这种人在两派作战 或者是群体宗派家族作战 乃至于御界作战的时候 死的是最快的 也是无数强者最厌恶的存在 我们下定期间的合选 师傅 您没有的 宝宝